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一个人内心强大往往是看透这两个真相 常听人说内心强大的程度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这样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们口中的内心强大 对应的是心理学中的心理韧性这个概念 所谓心理韧性是指面对内进时的反应 以及承受意外时的心理弹性 现实生活中最容易击败一个人的就是意外和困境 意外和困境谁都无法避免 内心强大的人能冲出阻碍重获重工 而内心脆弱的人却容易一蹶不振在无翻身之日 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呢? 当你经常和内心强大的人接触就能发现 他们的强大往往源于及时看透这两个人生的真相 一、生活的意义是自己所赋予的 说起内心强大 很多人觉得内心强大必然会有的表现之一 便是哪怕身处低谷也能够不失希望 这样的理解有问题吗? 听起来没有问题 可关键的一点在于什么是低谷 如何定义低谷又如何定义希望 内心强大与否的差别就体现在理解之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加德纳 原本是一位医疗器械推销员 被公司开除后 他本身就断了收入 妻子还选择扔下孩子和他离婚 无奈之下 加德纳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城市里露宿街头 两个人住过纸箱也住过卫生间 他这算身处低谷吗? 一定算 只不过加德纳却不认为这是完完全全的低谷 他认为自己还有希望 只是需要重新出发 后来立志成为政策经纪人的加德纳 通过不断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个电影极其原型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有可能处于低谷 但是当你不认为它是低谷 那就只会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考验 想起人性的弱点中的一段经典语录 我们通常会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作为标准来感受现实 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现实被我们赋予的意义 而不是现实本身 或者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自己对现实的理解 要理解这段话不得不提的就是心理学中的疤痕实验 心理学家邀请几位志愿者参加实验 实验过程就是在志愿者脸上画上逼真的疤痕后 要求他们去观察别人的反应 即便实验人员早已查去志愿者脸上的疤痕 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被特别对待 这说明真正导致他们自卑的并非是客观条件 而是他们主观认知 所以内心脆弱的人不是败给了生活 只是败给了自己对生活的定义 比如人到中年被辞退这件事 有些人会认为自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 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公 觉得公司没有人情味 但还有一些人会把这次离职当成人生的新开始 他们觉得自己虽然失去了一份工作 却还有无数可能 往往是后者能重新出发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曾被迫停下 曾经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这个世界其实是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你的世界 第二部分是我的世界 第三部分是客观的世界 我们的很多痛苦来源于 既希望与三个世界相重合 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别人 又希望一切能顺应心意 但人生哪有这么顺利 真正强大的人总让人觉得 他们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不是因为真的不怕 而是因为早有觉悟 所以有了一定心理准备 想起旺达与具象中的主线故事 旺达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 去往神殿祈求神灵的援助 神灵告诉他 想实现愿望 可以 但你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旺达为了心愿付出代价 他一次次手持利剑 砍向巨像 他一次次倒下 一次次爬起 最终 他心爱的人面色越来越红润 可旺达却感觉到自己身体中 有一缕又一缕的魔气 原来神灵并非真的神灵 即便旺达实现了愿望 却失去了生命 也不可能再可爱人相拥 他仍旧无所畏惧 因为他最开始就说过 我早有觉悟 早有觉悟 这四个字很有力量 可思议的是 很多人根本做不到 明知道开车就有堵车的风险 却要在真的堵车时 骂骂咧咧 明知道创业就有破产的风险 却要在真的溃本时埋怨命运 明知道恋爱也有分手的可能 却要在分手时责备对方 仔细想想 一个人的痛苦 其实并非来源于生活本身 而是来源于自己 无法正确认识客观世界 内心强大的人 所做的不过是 看清生活的无常罢了 就像宋小宝 曾演过的一个小品 他一边笑着 一边安慰 一位经检查身体有问题的人 对方责备他落井下石 他还是笑着安慰对方 最后才知道 这个人只是生了病 但可以治愈 而宋小宝所掩饰的人物 却是得了癌症 无法被治愈 即便事实如此 宋小宝还是笑着说 人都会走 过好每一天就行 要快快乐乐的 人们常说 人生之事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我们无法改变生活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当自己能接受客观世界的无常 那么自己就不可能被轻易击倒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 你是从哪一瞬间看清人生的 网友小义高赞回答说了一段自己的故事 他脑子里长了一个小牛子需要手术 尤其他还需要在头上开一个孔 所以手术前一天 他就写好了遗嘱 第二天他看到了太阳 那一瞬间他觉得他重新活了一次 之前让他牵绊的事显得格外渺小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的内心不够强大 源于我们根本没有看透生活的真相 我们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 才被困在意外的牢笼里 我们无法定义自己的生活 才被现实生活牵制 当你看透了这些 就会发现所谓内心强大 不过是愿意努力过完自己一生 并心甘情愿承受所有代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